每次坐的地方也是 如果腰骨坐的士司機門 常駕駛幾個小時車 是否要感覺到腰骨 當然椅子有很多不同類型 數十元又有 數千元一張辦公室椅子 每種椅子有不同的功能 但一張數千元的椅子 這個人覺得很舒服 那個人可能覺得不舒服 所以要看自己坐後的感覺是怎樣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這些合式的椅子 有否可以貼持 我猜是願意去嘗試 例如坐好一陣子覺得舒服 我覺得有很多力學 又說要這樣 然後又說要這樣 那些 通常貴一點又好一點 是否可以這樣說 又不一定 不一定 有些是枕頭 是否可以貴一點 又是 剛才說腰骨的位置 剛才所說年輕人便會於肩膀突出 或者遺傳 不是每個人都會突出 但不知為何壓一壓 特別容易 胎外胎薄一點 應該是這樣 容易出事 用力會否有 用力或發不合力 發不合力 即是搬重物件時 可以迫出 通常是最後一條稻草 本身都有問題 是那個動作發出來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的腰骨 本身是A級、B級、C級 你能否測試到 DNA可以測試到 測試到腰骨 會否容易受損 如果容易受損 就要留意一下 自己要緊張一點 不過其實不需要花很多錢去測試 例如你爸爸媽媽都有 當然擔心一點 不用去檢查 有否說我會感覺到 如果我不測試 我會感覺到腰骨比較散 有否有這種感覺 沒有 應該是沒有 沒有 即是不知道 感覺不到 講到另一個 大家很想知道 可能我很想知道 就是退化問題 腰骨退化 這就是不難避免的事 每個腦都退化 但我看到老人家很精靈 八、九十歲 那天還看老人家運動會 香港的老人家九十多歲 就是跑步 很健康 九十多歲 如何能做到這件事 是否天生麗質 說他的DNA 甚至說不是 你可以保養到 兩人都有 當然他長年八歲 這麼健康 一定是體質有好處 第二 他一定是不會懶的人 難道他到七十歲才開始練跑 一定不會 不過都市人很多時 都抽不到時間做運動 不過這也是藉口 你要拿出來怎樣也能拿到一點 是的 這也是說得對 你試試早點起床 但不能起床 有點難 不過你每天可以 15分鐘做運動 其實是否絕對做不到 是未必的 應該可以的 運動這件事 對腰骨來講 或者對退化來講 都有一個逆轉 是的 尤其是我們中年 可能會胖一點 有肚腩的話 將重心前移 當重心前移的時候 腰椎的負荷當然會大 所以負荷大了 退化率一定會多了 這個肯定 其實我想請假一個問題 中年法覆的 每個人都好像必然一樣 但我看到醫生們很肯定 有什麼秘方 很慘愧 你香港人飲食 你都是茶餐廳 ABCD餐 都是吃那些東西 大家都是那些 中環不能選擇 另外一些是做運動 我都是這樣說的 但我看到醫生很忙 大家都會面對同一個挑戰 但為何在生活中 是否有些秘方 你說做15分鐘運動 是否有些絕密運動配方 當然你知 你可以說我知 不過應該是沒有的 都是靠自己勤力做運動 我想有道理 當你見到這些事情時 你就會特別小心 即是病人 我通常都會做完手術 我都會給他一張照片 他可以時刻提升自己 真的要認真一點 否則下次很快就來 那張照片是甚麼 腰骨的照片 血淋淋做想吃的照片 那張照片拍出來 你的脊骨就是這樣 那倒是 可以 應該放在電話的設計 放在設計時開設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都要照顧自己的脊骨健康 剛才所說退化 我剛才所說 我們是否只做維他命D 吃鈣片 做運動 就已經可以維護自己的健康 我想最重要是做了自己已經做的事 有些額外未必真的可以 這是肯定的 正如拿回血壓膏為例 有些和尚也有很多人是血壓膏 血脂膏 他們都盡了自己的力氣 不會吃得很肥膩 不過也是有 沒有辦法 有時體質的問題真的很難說 明白 都理解 有時都是靠自己保養 同一時間也靠後天 先天的一些情況 明白 好 我們真是很感謝梁醫生 幫我們說了這麼多脊骨問題的情況 我們回來再請教一下 一些新的醫術和醫療的方式 好嗎 好 多謝梁醫生 多謝